路口連接車一輛接一輛 突然其中一輛要轉彎 當時慢車道上的機車正要執行 沒有想到 真的是嚇壞在場所有人 旁邊的機車騎士趕緊跳下車 用牽的快速挪到了路邊 而被連接車撞翻 碾在車底的機車 騎士是第一時間滾到馬路上 腳一梭沒有被輪胎給碾過 目睹這個車禍 其他人趕快按喇叭 要連接車煞車 別再前進 追起意外 大貨車駕駛紅燈右轉 加上視線死角 撞翻了執行機車 還好64歲的騎士 僅僅受到輕傷 不過馬路上的驚險畫面 還有這一個 民眾直擊屏東零落路段 一輛白色休旅車 多次的急切車道 和前方車輛 根本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不小心的話 會造成失故 非常危險 不要造成自己的 大家的不方便 車輛變換車道 應讓執行車先行 並注意安全距離 若因而造勢 可儲現台幣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還 白車緊急變換車道 警方表示 如果因此而造勢 最終有1800元的罰還 加上沒有打方向燈的3600元 呼籲駕駛人 千萬要多注意 卻是十分之間的 提供